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讲 六朝的诗歌之一 第三讲 六朝的诗歌之二 为什么六朝的诗歌我们讲两讲呢 因为诗歌在六朝文学中是最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 不止作家作品多 而且大家和名片多 所以我们打算花两讲的时间来讲六朝的诗歌 那么第四讲是六朝的散文 第五讲是六朝的词妇 第六讲是六朝的小说 那么我们先开始讲第一讲 六朝文学概述 我们在讲这个概述之前 我们要说的是 在南京讲六朝文学 应该说是意味深长的 为什么呢 因为南京是六朝古都 那么大家知不知道 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 能够触摸到的历史文化遗存 有哪些 应该说遍地都是 是不是啊 比方说梅花山是东吴大帝孙权的长眠之地 是不是啊 比方说玄武湖是宋武帝刘豫当年练水兵的地方 是吧 那么紧挨着玄武湖的鸡鸣寺 鸡鸣寺是当年梁武帝出家的地方 还有鸡鸣寺旁边的台城 是侯景之乱梁武帝被困饿死的地方 是不是啊 那更不用说十里秦淮的福子庙 有什么呀 有吴一像 有朱雀桥 还有什么呢 王谢古居等等 是吧 所以我们走在南京的大街小巷 仿佛始终走不出六朝的包裹之中 是吧 所以我们在南京 不管是学习 生活 还是工作 常常能够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南京既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又是一个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六朝的人物和他们的功过是非 早已随着时光的流转 走到了历史大漠的深处 我们还要说的是 六朝如梦鸟空蹄 六朝真的远离我们而去了吗 远离我们而去了吗 没有 为什么 因为除了这些 可以看得见 可以触摸到的六朝的历史文化遗存之外 那么六朝还给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学术 特别是文学的遗产 是不是啊 他们在不断的提醒和证明着自己的存在 所以我们今天讲六朝文学 就是为了重温和唤醒六朝文学的繁华和美好 所以第一讲这个六朝文学概述 我们概括的来讲一下六朝文学的总体情况 第一个问题 叫做文化六朝 这是我提出来的一个概念 2007年我在中华数据出了一本书 叫做六朝论语学研究 那么讲到六朝的学术文化的变化 那么其中我专门设了一节提出一个概念 叫做文化六朝 为什么 我们看下边 人们习惯一说到六朝 在一般情况下 就是指在南京建都的六个政权王朝 是不是啊 这就是从东吴算起是吧 东吴 东晋 然后南朝的四个朝代 宋 齐 梁 臣 那么我们习惯 把在南京这个地理方位 建都的六个政权王朝 叫做 政治六朝 可是我们研究思想文化 特别是研究文学 我们发现 按照政治六朝的概念 来解释许多文学现象 就有问题 所以我们讲六朝文学的时候 我们要把我们的视角 既要往前延伸 也要往后接续 那么往前呢 可以延伸到东汉的晚期 往后呢 可以延续到整个隋代 那么这就是文化六朝的时间跨度 大概说来 它比政治六朝的时间的跨度 大概要长将近百年 我们这不是为了标新立意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 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整合六朝的文学资源 如果按照政治六朝的概念来理解的话 那么六朝的文学 在许多时间的节点上 就被什么呢 就被割裂了 就被割裂了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我们知道 政权王朝的变化 是突变的 是吧 所以这个朝代完了 立马就改朝换代 可是我们知道 思想文化 特别是文学的变化 它是渐变的 就是上一个朝代 或者上一个历史时期 结束了 作为政权王朝 它不存在了 可是好多作家和文人 他还生活在了下一个朝代 或者下一个时期 就是新的历史时期 那么我们就不能够简单的 把它归结为 是以前的旧朝 而不是新朝的人物 所以这个文学的发展和变化 经常要凭借 它自身的惯性 还要往后来延续 这就是我们提出 文化六朝这个概念的原因 那么著名学者庞浦先生 他说过一段文化中国的论述 他说 他说文化中国 这是春秋时期 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的一个伟大理想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接着说 他说当时他们所谓的中国 既不是一个地理概念 又不是一个政治概念 也不是一个种族概念 而是一个文化的概念 那么我们可以把庞浦先生的这个说法呢 我们套用他的说法 稍微做一点改动来说 说文化六朝这个概念 那么我们就可以说 六朝既是一个地理概念 又是一个政治概念 我们看这两个因素加起来 其实就是政治六朝的概念 然后特别重要的是第三个 更是一个文化概念 我们今天讲六朝文学 主要就是要从这个视角来入手 那么学术界对六朝文学的描述 历来有好多种说法 我们举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 从八代文学 那么苏氏在韩文宫庙碑里头 他评价韩裕 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就说韩裕是文起八代之衰 到了清代 好多学者编诗集编文集 都沿用了八代的概念 比方说刘逢禄 编了八代文院 陆魁巡编了八代诗魁 张首编了八代诗陶 王凯韵编了八代诗选 等等 这是一种说法 叫八代文学 那么第二种说法 叫中古文学 刘士培 刘士培现在是我们江苏仪征人 这个生前是伟大的教授 他尽管年寿不高 但是他著作等深 他有一本非常有名的 研究六朝文学的著作 就叫做中古文学史 那么后来的北大的教授王瑶先生 也有一本 关于六朝学术研究的著作 叫做中古文学史论 这是第二种说法 叫中古文学 第三种叫做魏晋南北朝文学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种说法 有的时候呢 也叫汉卫六朝文学 比如说 著名的学者胡古瑞先生 那么有一本 断代史的文学书 文学史著作 就叫做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那么我们上文学史课的时候 用的通行的教材 就是原型飞行主编的 中国文学史 第二卷的第三编 也叫做魏晋南北朝文学 这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说法 那么汉卫六朝文学的说法 比方说 徐退元先生 他选著了一本 中国的副集 叫做汉卫六朝复选 等等吧 就是比较 人们比较了解的 大概有这儿的几种说法 其实 尽管说法不一样 那么他们所表述的内涵 是比较接近 好 第二个问题 我们讲一下时代与文学的关联 总的来说 六朝是继春秋战国之后 中国又一段时间跨度 大概四百多年的所谓乱世 所以这个改朝换代 在六朝就像家常事一样 那么当然我们就知道 它的社会和时代的特点 那就是动荡分裂 是吧 那么与时代社会动荡分裂特点 相联系的 相联系的思想文化 却是自由的 开放的 发展的 为什么 其实我们如果研究中国历史的话 就会发现有一个规律 什么规律呢 如果是一个 正与稳定的 统一的王朝的时候 在思想方面的建树 常常是不大型的 为什么 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王朝 常常在思想意志上 要实行什么呢 比较严格的控制 反之 在动荡分裂的时代 我们知道 不管是政客 还是军阀 他们忙于什么呢 争夺天下 是不是啊 所以思想文化文学艺术 就在动荡分裂的空隙 前资暗掌 所以和六朝这个时代 动荡分裂的特点 形成对比的是 思想自由解放 文学艺术大放异彩 那么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六朝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典型地印证了 政治与文学发展变化的 不平衡规律 我们通常地认为 这个如果政局稳定 社会风气 也非常正常的情况之下 好像思想文化 特别是文学 发展得非常好 甚至有的时候 会达到发达的程度 我们知道 好多时候是这样的 但是许多时候 不是这样的 比方说六朝时候 就不是这样的 就是时代是动荡分裂的 而文学呢 却是发展和繁荣的 我们把它叫做 不平衡规律 下面呢 我们引述几个 代表性的观点 那么第一个观点 是台湾的著名学者 许多云先生的看法 他说 虽然中国早期 常常被称为 中国史上的黑暗时代 现在呢 我们经常不这样说了 我们不叫黑暗时代了 我们叫做分裂时代 就是这个意思呢 比较中性一些 然后许先生说 事实上 那乃是在 艺术 文学 哲学 科学 技术等等 方面完成重要贡献的 最重大的时代之一 那么第二种表述 是已故北大著名教授 著名的美学家 宗白华先生 宗白华先生呢 他有一本书 非常有名 叫做《易经》 《易经》里头呢 有一篇论文 也非常有名 叫做 《论事说心语和近人的美》 他怎么理解六朝 时代和文学的关系呢 他说汉末 未尽六朝 是中国政治上 最混乱 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 用了两个罪 然后一转 他说然而 却是精神史上 极自由 极解放 用了两个极 然后又用了两个罪 最富于智能 最浓于感情的一个时代 第三种看法 对六朝 时代和文学关系的理解 是刘大杰先生 刘大杰先生呢 是复旦大学的 已故著名教授 他也是文学史家 他怎么说呢 他说未尽时代 无论在学术的研究上 这是一个方面 学术研究 第二个方面 文艺的创作上 第三个方面 人生的伦理道德上 把这几个方面合在一起 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是什么呢 关键词是两个 一个叫做解放 一个叫做自由 所以六朝文学之所以发展的好 就是因为什么呢 有解放和自由的空气和环境 第三个问题 六朝文学的特征 高尔基说 文学即人学 就是文学是反映人的思想和心理情感 所以说要了解一个时代的文学的状况 我们就非常有必要先搞清楚 人在这个时代 他的生存的状态 和在这种生存状态之下 他的感受 我们先说结论 可以这样说 六朝人 各个有特点 人人有个性 我们都知道 人有个性 才可爱 是吧 实际上 生活的经历和经验 不断地在告诉我们 人生最快意的事情 是什么 就是 教有意思的人 干没意思的事 是不是啊 我们知道那就是类似于一种审美的人生 而不是一种世俗的人生 那么可以说 六朝人 有许多人 都是过得审美的人生 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来看 第一个例子 对政治极端狂热的 我们举一个曹操 大家都知道曹操 在一篇散文 叫做 《让宪自明本质令》里头 说过这样两句名言 他说 摄氏天下无有孤 当不知己人称帝 己人称王 因为我们知道曹操在汉末 特别是东汉 倒数的那十几二十年 是一个位高权重的人 那么他后来做到了什么呢 做到了丞相 而且被汉宪帝刘邪封了魏王 所以孙可刘邪 不只在军事上和他对抗 而且在政治上攻击他 认为他是汉贼 他可能要篡夺天下 那么曹操呢 就发布了这儿的一个 相当于政府的文书 他不是当写散文来写的 他怎么说呢 他设施国家无有孤 当不知己人称帝 己人称王 我们说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曹操说话也好 作文也好 本来应该谨慎一点 是不是啊 本来应该谦虚一点 可是他却毫不客气 不止毫不客气 而且非常的霸气 我们说这和他对政治的极端热情 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么鲁迅亲人呢 在政治上就评价 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 至少是一个英雄 这个曹操呢 我们第二讲 讲到六朝的诗歌的时候 我们还要重点讲 那么鲁迅在文学上 评价曹操 说他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 所以这个地方的文章 就是指文学 好 这是一类 我们再看第二类 我把它叫做在生活上 娱乐至死的 今天西方有的学者提出来 在电子时代 不只是年轻人 甚至各个年龄段的人 现在看电视 用电脑上网 微信 微博等等 充斥了生活的 点滴的时间 所以西方有的学者 就批评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已经是一个 娱乐至死的时代 其实在六朝时候 也有这样的人 这一书《流陵传》里头 记载 竹林七贤之一的流陵 大家都知道 流陵是好喝酒的 所以关于中国酒的起源 其中民间也有一种说法 是流陵造酒 是吧 那么《技术流陵传》怎么记载呢 说流陵放情四智 就是非常放纵自己 活得随心所欲 长城路车 携一壶酒 这一壶呢 有小有大 可能是一坛酒 很大 或者是一缸酒 使人喝叉 这个字读叉 这个叉呀 大概就是锄头一类的东西 大概是带着一个书童 让书童在肩上扛一个锄头 叫喝茶而随之 跟随着他 然后他走到哪里 喝到哪里 他就嘱咐这个书童 未曰 死便买我 说我在哪个地方 喝死了 你在哪个地方就挖坑 把我就地掩埋 我们看 娱乐至死 好 再看第三类 我把它叫做爱文学 超过爱政治的 这我们就要说到 世出新语的作者 刘亦庆 回头我们再讲到 第六讲六朝的小说的时候 我们会重点讲 世出新语和刘亦庆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把它作为一个例子来看 这个刘亦庆呢 他是一个贵族 为什么说他是贵族呢 他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 后来他封了临川王 也做过上书 左铺页 中书令 这样类似宰相 副宰相的官 所以我们知道 他的政治地位很高 可是他对政治不感兴趣 对什么感兴趣呢 对文学 因为他是贵族 他的财富很多 所以在他门下呢 养了一批食客 所以食客啊 这两个字 这个世说新语这部小说集 我们就可以看作刘亦庆 他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主编 然后动员和组织 他门下的食客 一起把它记录编转而成 那么宋说的刘道归传里头 就记载 他爱好文学到什么程度呢 寡视于 对其他事情 特别对政治 不感兴趣 爱好文艺 怎么做呢 招聚文学知识 尽远必知 所以我们说在他的门下 网络了大批的有文学才华的食客 那么后来呢 就编成了世说新 这是第三类 第四类 我把它叫做《爱美人胜过爱江山的》 在历史上 爱美人胜过爱江山的很多 我们在这儿要提到的是六朝的宋齐良臣 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 就是臣朝的臣后主 臣书王 这个臣朝呢 本来才前后延续了二三十年 等到臣后主的时候 已经是摇摇欲坠 所以等到臣朝快要灭亡的时候 那么臣后主就携这个张立华投井 他没地方跑投井 然后被人家救起 非常的狼狈 为什么 他对政治啊 也不大感兴趣 所以像这个臣后主 臣书宝啊 像南朝后主李玉啊 我们说其实他们有点入错行的意思 是不是啊 如果让他们当诗人的话 那是好的诗人 让他们当政治家 当皇帝的话 应该说是不合格的皇帝 可是臣后主呢 在文学上 却给我们留下一个名片 这就是玉树后庭花 这首诗比较长 我们看最后的四句 他怎么写呢 他说 妖姬脸似花寒露 玉树流光照后庭 看 玉树后庭花 什么叫妖姬呢 就是长得特别妖艳的 鸡是美女 这个脸呢非常的滋润 滋润的就像花上的露一样 然后他说 玉树流光照后庭 花开花落不长久 落宏满地归祭中 这好像有点一语成称的意思了 是不是啊 花开花落不长久 你看他的朝廷呢 也不长久 落宏满地归祭中 因为世界关系 我们大概举这儿的几类的 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 可以说六朝是一个追求真性情 欣赏真性情 特别是享受真性情的时代 我在这儿要提前给大家介绍 《诗说心语》这部书 这部书呢 我们一般叫做小说集 其实它除了可以看作小说集之外 这个《诗说心语》这本书 可以看作是一部比较可信的历史的思路 因为什么呢 这里头记载的人物 以及和人物相关的历史事件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是真实可信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诗说心语》 看作是六朝人物的一个画廊 我们走到这个画廊里头 经常被它所吸引 有的时候会流连忘返 陶醉不已 这本书呢非常有意思 我们一个人在那读 经常会发出会心的微笑 为什么 因为这里头记载的人 记载的事实在太有趣味 太有趣味 这个趣味就是什么 我们能看到各色人等 看到他们活得非常的有性情 饮酒服药 清坛作诗 著述 成为六朝的时代风上 这个除了《诗说心语》 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别的点击的记载 我们也可以看到 当时的时代风上 那么那个时候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饮酒服药呢 或者是醉生梦死 或者是及时行乐 或者是全身避祸 或者是记傲优先 所以不同的人的饮酒 或者是服药 他们的取向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特别说一下 作诗 注述 以及和作诗 注述相关联的 大家很熟悉的 六朝的清坛 成为了当时世人的生活方式 我们简单说一下清坛 特别集中的记载在《诗说心语》里头 《诗说心语》里头记载到 记载六朝的清坛 这个清坛的人物 他们坛的热闹到什么程度呢 饭上来了之后 这个饭冷了 他们坛的热闹 顾不上吃饭 然后拿下去 过一会儿热好了 再拿上来 如是者三 而且他们在清坛的时候呢 还喜欢用一个道具 叫做主 这个主就是什么呢 就是公路的尾巴做成 就是不停地挥主 挥主而谈 所以呢 我们要想真切的 生动的形象的 理解六朝世人的生活方式 也请大家走进《诗说心语》 所以到后来 两三百年之后 到了唐代的杜甫 他都非常羡慕 六朝人的生活 特别是世人的生活 他有一首诗叫《可惜》 他这样写 他说 宽心应事久 浅性莫过失 此意淘浅解 无声后辱气 恨不能和六朝人同识 那么六朝文学的特征 我把它概括为四个方面 每个方面呢 用八个字来概括 先看特征之一 叫做玄心 洞见 妙赏 深情 这八个字是谁说的呢 是冯友兰先生 在南渡集里头提出来 他认为这是 魏晋风流的四个要素 而且他认为 魏晋风流在本质上 是一种人格的美 我们简单地来讲一下 什么叫玄心 什么叫洞见 什么叫妙赏 什么叫深情 什么叫玄心 所谓玄心 就是玄妙之心 就是追求内心的自由 活得不那么庸俗 不那么俗气 我们知道在六朝的时候 当时品评人物 把人大概分为两类 一类叫做清流 一类叫做着流 所谓清流 就是不大管世俗的人生 世俗的事物 而追求什么呢 精神的超越 就是他们要有玄妙之心 他们要表达独立的意志 他们要表达我就是我自己 第二什么叫洞见 简单地说 就是深刻的洞察力 什么叫做深刻的洞察力 我们知道 一般的人 是要凭逻辑的判断 和理性的分析 得出对人对事的看法 是不是啊 那么所谓洞见 就是不靠逻辑推理 不靠理性分析 而靠什么呢 直觉 而靠直觉 来把握世道人心 这就是洞见 什么叫妙赏呢 简单地说 就是审美能力 就是精妙的鉴赏力 具体地来说 不只对自然美 要能够领悟 而且要对人格美 能够什么呢 能够见上 这就叫妙赏 特别大家注意的是深情 什么叫深情呢 就是对人对事 作为世人 他们对文学 对艺术 有真情实感的表达 就是所谓有情而无我 率性逊逝逸的审美 和生存 发在我们讲了 六朝人 有不少人 过的是什么呢 是审美的生活 而不是世俗的生活 接下来我们看 特征之二 叫做发现自然 发现自我 我们要引宗白华先生 在美学散布 这本书里头的一段话 宗白华先生说 他说近人向外 发现了自然 看 一个是向外 发现了自然 一个是向内 发现了自己 所以我把第二个特征 概括为两个发现 一个叫发现自然 一个叫发现自我 然后宗白发现的时候 这两个发现 之后就不得了 怎么不得了呢 山水虚灵化了 也情质化了 就是人的主观情感 人的审美的感受 达到了什么呀 客体的山水上 他说陶渊明献灵运 这般人的山水 是那样的好 是由于他们对于自然 有一股新鲜发现 是深入化境 农憨忘我的趣味 特别要注意 是农憨 农憨到什么程度呢 忘我 我们看几个例子 第一发现了自然 我把它叫做物我同一 陶渊明在归原田居诗里头 有这样的几句 叫陈姓李黄慧 带月贺除归 道辖草木掌 西路 沾我衣 是吧 那么县林运灯池上楼的名句 叫做什么呀 池塘 生春草 圆柳 遍明晴 谢条 写我们南京的 晚灯三山 环望 惊异 其中的名句是 雨霞 散城起 称江 静如恋 好 我们再看一段 《诗说新语》里头 《诗说新语》的言语篇 记载 顾长康 从会计环 人问山川之美 说会计那个地方 在山川 人们说是很美 你给我描述一下 顾云 千言尽秀 万鹤争流 草木朦胧其上 若云星霞位 上边不管是诗 还是小说 归纳起来我们看 他们是写自然吗 是不是啊 当然是 是不是啊 但是 作者 洛比的重点 最主要他是写 人 对自然的认同 特别是 人在美丽山水之中 那种陶醉之感 所以呈现出 非常浓厚的主观情感 发现自然的同时 就是误我同意 那么第二 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叫发现自我 是吧 记情山水 我们看 陆基 在文复里头 有这样的句子 叫 还有大家熟悉的 软极的永怀诗 夜中不能寐 起坐谈民情 宝伟 见明月 清风 吹我惊 是吧 有明月 明月照在 诗人的身上 我们可以看 这几句刻画出了一个 孤独的 抒情 主人公的形象 是吧 那么我们要说的是 时序的更迭 像陆基 在文复里头写的 山水景色的变化 明月 清风的存在 都成了诗人 托物济情的对象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 济情 山水 好 六朝文学的第三个特征 也是八个字 叫做 清俊 通脱 华丽 壮大 我们来回顾一下 特征之一 是八个字 叫做 悬心 洞见 妙赏 深情 特征之二 也是八个字 叫做 发现 自然 发现 自我 所以我们联系起来 记得比较好记得了 第三个特征 也是八个字 叫 清俊 通脱 华丽 壮大 这个特征是谁概括的呢 是鲁迅先生 我们要提到鲁迅先生 研究六朝文学的一篇 著名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题目呢 很长 叫 未尽风度 集文章 与 要 及 久之关系 他怎么说呢 他说 我们可以说 汉末未出的文章 是清俊通脱 这是一层意思 看 汉末未出 接下来他说 不过到那个时候 到哪个时候呢 到曹丕的时候 于通脱之外 更加上华丽 然后他说 皮柱点论 曹丽 点论论文 那里面说 师父玉立 文以气为主 然后他说 曹丽做的师父很好 更因他以气为主 这就又出来了什么 华丽之外 再加上壮大 加上壮大 所以叫清俊通脱 华丽壮大 第四个特征 也是八个字 叫做理论创作 就是理论和创作 并重互动 那么我们看 先是四个第一 曹丕的点论论文 是第一篇的文论专文 陆基的文副 是第一部创作论的专注 那么中龙的诗品 是第一部诗画专注 那更不用说 刘邪的文心雕龙 是第一部体大思深的 文学批评巨著 这是我们讲四个第一 还有两部总集 那就是萧统编转了 昭明文选 徐灵编转了 玉台新勇 我们要总结的是 创作为理论 提供了丰富的例证 理论翻转过来 又对创作进行规范和指导 所以六朝时期 创作和理论 形成了前所未有的 良性互动关系 特别是在诗歌理论 和诗歌创作的方面 好 第四个大问题 我们简单地说一下 六朝文学的主要样式 我把它概括了一下 六朝文学主要有五种样式 就是诗歌 词妇 评文 散文和小说 以诗歌为大宗 所以我们六朝文学讲六讲 其中诗歌就讲两讲 占了三分之一 是吧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诗歌在六朝文学里头是大宗 我们稍微做一点统计分析 文学史课用的 袁行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第二卷 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文学 它一共罗列了九章 第一章叫做 从建安文学到正史之音 第二章叫做 两进诗谈 第三章叫做陶渊明 第四章叫做南北朝明歌 第五章叫做 谢陵运暴照与诗风的转变 第六章叫做 有明体与奇梁诗谈 是吧 第七章呢 于信与南朝文风的北剑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的词妇 便文与散文 第九章 魏晋南北朝小说 好 我们做简单的统计分析 就会发现 这五种文学样式里头 诗歌和小说 列了专章 就是 就诗歌和小说来说 有七章差不多 全部或者大部分是诗歌 小说呢 有一章 那么剩下的几种问题 词妇篇文和散文 混列为一章 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最具代表的文学样式 是诗歌 最有代表性的诗人 是陶渊明 为什么 因为只有他列了专章 是不是啊 那么由此可知 六朝文学的重点是诗歌 诗歌的重点 代表人物啊 是三朝 左思 阮吉 陶渊明 县陵运 南北朝明歌 永明体等等 四重点是小说 所以这也是中国文学史上 第一次给小说 列了专章 到六朝文学的时候 第五个大问题 我们简单地说一下 六朝文学的新变 就六朝文学 和前 和他之前的文学相比 他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 主要是两个大的方面 第一个方面 诗歌的发展 有新变 表现在这几个小的方面 第一个方面 题材和内容方面 第一 魏莫 西晋出软机的永怀诗 开辟了中国政治 抒情祖师的先河 这个在以前是没有的 政治抒情诗 西晋 左思的永史诗 开创了借永史 而永怀 并且具有现实批判精神的心路 这是一个体现 第二个体现 东晋至南朝初期 陶和谢 就是陶渊明和谢领域 分别开拓了田园诗和山水诗的新领域 第二个变化 艺术风格方面 陶渊明田园诗 平淡自然的风格 和谢领域山水诗 赋宴京宫的风格 都是中国诗歌风格的创举 在这之前是没有这样的风格的 第三个方面 诗歌体制方面 表现的第一 突破了此前 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诗 出现了五言腾涌的局面 就六朝时期 四言诗 有没有呢 还有 但已经四言诗在六朝时期 已经处在衰败时期 我们回头讲到第二讲和第三讲的时候 还会说到 这个时期 五言诗的写作 非常的热闹 第二个表现 诗歌理论的自觉 和前格律师 永明体的尝试 显露了格律师创作的端倪 那么六朝文学新变的第二个大的方面 我们就要说到小说 小说在六朝时期开始发展壮大 出现了规模可观的笔记体小说 那么代表我们知道 有诗说新语 有搜神迹 我们要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到了东汉班固的汉书 汉书里头其中有一部分叫做义文志 义文志里头呢 有一部分叫做朱子略 朱子略里头 一共收了三千多个作品 那么小说呢 有多少呢 有一千三百八十篇 但是到六朝的时候 有多少呢 一留下来多少呢 就只有一篇了 都亡一调 我们为什么要特别讲到这个事实呢 就是说小说 在六朝之前 那么在班固汉书译文志里头 我们看收录了那么多 那么总括起来是十五家 可是为什么后来留存的特别少呢 就是小说在九流史家里头是不入流的 是人们看不起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意义上说 六朝小说的发展壮大 是中国小说史上特别重要的事件 最后一个问题 概括地说一下我们这门课程的特点和创新 第一点 就是简化 我们文学史的一般叙述 突出代表文体 重点作家和重点作品 我们不再是平铺之序 而是要突出重点 那么第二呢 适当穿茶 迎送 目的就是为了兼顾美读和美听 我们采取什么方式呢 现场迎送和音频播放相结合的方式 好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